其實那些動物保護法 不可以說做不到安樂死 它是有前提的 對 其實是說當年2017、2016年的修法 推動其實是說不要撲殺 撲殺意思是說 不可以因為你收容所沒有空間 然後這個狗牠很健康 我就因此來衝突把牠殺掉這樣 因為這樣的方法其實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只是抓跟殺也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可是問題來了 老婆的快就快走 修容所在就快就快走 但是我們的收容空間還是很有限 不可能一直蓋收容所這樣 所以當收容所的容量有限的時候 一定程度有限的時候 在動物保護法 你保護這個概念 其實是不要讓牠有更多的痛苦 不必要的痛苦 你狗貓你要接渣或者是絕育 其實牠還是要承受一定的手術 牠還是有一定的痛苦 這種痛 痛絕 所以這種痛可能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說你讓牠說 關在這個收容所裡面 一直關到生病了 然後沒有東西吃 關在太擁擠互相搶 搶食 被咬死 被霸凌 這種對動物來講 牠就是被欺負了 而且牠很可能最後還是會死 而且死的痛苦的時間非常的長 這個在法律裡面其實是允許的 那這個才叫做安樂死 給牠適當的藥物 在牠走的時候 給牠照顧牠 陪牠走最後一程 那牠在 等於就像人講的這種善終一樣 牠是很安靜的睡覺就離開這個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 有需要用這個方法來面對 我們說在長期來看 那我們的流氧口 還是有這麼多數量 還是會進收容所這個情況下 我們必須用這個方法來看待 我們要處理的問題 那之前人家當中的問題就說 幾個月 其實牠會把牠吃油吃菜的成分 比較快樂 要說牠的使用所在牠 關係就比較好 牠吃油吃菜 要摸一天快樂 雖然說自由自在 但是牠可能食物也不好 牠可能在路上會被車撞 那可能會 如果這個社區沒有想要照顧牠 不歡迎牠的話 牠還是會被到處追打 牠可能會比較好 那牠還會造成其他動物的問題 就像食物或是其他穿山腳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如果是放在外 是不能解決的 那當然收容所也好 TNR也好 都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 過度的手段 那重點還是剛剛副市長講的 就是我們政府要從源頭 讓家 犬隻 貓也好都能夠歸戶 牠不會在外面遊蕩 這樣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